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2020年2月17号 礼拜一的盘后结盘 同样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荣耀华尔街 我是摩尔证券投资的投资长 郭总分析师 也是全台湾 LINE粉丝人数最多的分析师 也是经济日报 历届全国冠军 最高纪录的保持者 一记95% 95%报酬 所有的股票平均报酬 同样大家好 我是郭总 同样 今天台股跌了70点 我刚才看一下 最明显的一个实际的点数 是跌了52点 52点 一度跌到70点以上 好 跌52点 其实一点都不怕 为什么不怕 后面给我 我昨天凌晨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说 有人直接问我礼拜一的盘式 我说我很难预测 为什么 你们希望我预设说台股人大涨 或者周线能大涨 像上周一样 可是我说我很难预测 为什么 因为我说台湾人民 实在太容易恐慌 本来你讲明天话修 今天出现了第一例 全台湾第一例 因为武汉肺炎而死亡的人 但能感到很悲伤 可是 其实我也说过了 我一切都预告在前面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叫你公开要提早买口罩的人 我这个我就不秀图片了 我就不秀我的LINE的讯息 因为我每天点阅率 少说一万多人 单一影片 我的影片分成两种 一个是有字幕跟没字幕 内容都一样 只是有字幕的看起来更精彩 然后有稍微后置这样子 可是两部影片 就是一部影片 每天至少一万五千人以上 最多要两万三万以上 不需要广告 所以你们都可以 没有是广告 这不是乱广告 或用什么人头数目 你们都可以作证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 叫你们要买口罩的 那时候随便买都可以 我现在每一次都看到药局 大排长龙 我都摇摇头 为什么他不是我们的粉丝呢 好 我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跟你讲说 这个 就老年人来讲 比较容易感染 而且容易受到严重的伤害 果然那个人 有六十岁以上了 而且有三高 有高血压 有瘫尿病 这都符合我的预期 当然虽然是很难过一件事 可是符合我的预期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本来讲明来话修 虽然是该难过 可是你不应该 这时候错过买台股 今天台股 还是给我跌52点 那没有关系 为什么我说没有关系 你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你看订阅我的频道 这边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或者你的手机就会出现提醒 记得一定要按 如果你是加 你要搜寻我们手机的YouTube的APP 搜寻完 搜寻郭哲宏分析师 记得按订阅 加什么 小铃铛 一定要记得 好不好 不然到时候我们LINE 其实要收费后 我就比较少 在LINE写文章 我讲得很清楚 那你要另外加入Telegram 这不多说 我说台湾散户的疯狂 我有时候很难预测 可是台湾散户越疯狂 有时候我越开心 我今天标题是什么 路股已经有解药了 路股已经不怕肺炎了 你们知道吗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跟你讲 来来看清楚 你们看上证指数 今天已经回补正式 回补台股的缺口了 等一下 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已经回补缺口了 回补了 已经回补这个缺口了 而且我们在边讲话说 他边在拉 还在拉 你看 最新的走势 你看上海指数 还在拉 涨了快2% 什么叫2% 换上台股 涨了快240点 我一直在想 本来讲明天话修 路股现在 只是疫情刚刚降温 结果他股市先创新高 你们能接受这个想法吗 你们只要每一天在看 钻石公主号 你每天在看排队 你每天在看那个 卫福部部长 每天跟你讲 征集一下案例 你就股票买不下手 你就成为股市中 输家了 我让老实跟你讲 我一直跟你讲 路股有解药了 台股有解药了 你们不相信我 你们白白错过 1138点 今天还是很多人觉得 哇 有死亡案例惨了 卖股票先说 投资朋友 我并不认为 今天外资会大卖特卖 等一下 3点一过后 说不定出现最新数据资料 外资买卖超 还会出乎 出乎意料之外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出乎意料之外怎么办呢 你到时候后悔说 投资商我应该多买一点 我再讲一次我的逻辑思考 第一个 你们去看一件事情 一般的分析师 应该要跟你讲 善政指数很强 在比较厉害的分析师 在比较厉害的分析师 应该直接跟你讲 善政指数已经破新高了 善政指数已经创新高 善政指数已经突破过年前的新高 如果台湾股市 来看清楚 能够突破过年前的新高 现在已经1200点以上了 人家善政指数现在已经在这边了 大陆股市不是很惨吗 结果人家已经在这边了 台股还在这边 这给你看一次 人家善政指数现在已经在这 在这边已经创新高了 就这边 你台股还在这边 你应该开心 你还有四五百点可以赚 你应该开心 我讲得非常清楚 啊 投资长他们犯谁啊 投资长他们印很多钞票啊 然后呢 以前入股跌10% 印很多钞票也是没用啊 还连续两根的 人家政府硬要救市也救不了啊 那为什么现在拉起来 因为入股有解药了 因为台股有解药了 因为今天最新的新闻出来了 法批拉尾 这什么 这个跟我之前讲的瑞德西韦 是什么 都是一样 伊波拉的解药 作用的机制 作用的标靶 原理一样 核准上市了 所以造成股市大涨 这个我凌晨有没有跟你讲 有 我凌晨两点跟你讲 投资长你知道吗 我健身玩 我跑步玩 我肌肉酸痛 我也不知道 我到现在给你讲话 边肌肉酸痛 我也不知道我肌肉酸痛是因为我重症太多了 还是我礼拜五的时候 有肠胃型感冒 到现在没好 那天天也肌肉酸痛 我礼拜天还是坚持做我自己 运动完以后 好不容易 大病出狱了 好不容易小病出狱了 比较好一点 我还是去坚持我的运动 健身 跑步 礼拜天还是坚持写文章给你 把第一手消息跟你讲 你们这一批人很多人去用陆股 赚陆股的ETF赚翻天了 你们去看一件事情 哇一听到陆股要崩盘了 反而拉起 你看深圳指数 2 4 6 8 11 11天里面只有一天收黑K 你在这一天最低点买进 你今天赚翻天了 ETF都赚十几%了 你想想看你要怎样分音师 我一直讲啊 台股那时候为什么跌那么凶 为什么跌700点 为什么 我讲得很清楚啊 你们你知道我这为什么跌700点 在跌700点那天我就跟你讲了 不是我在过年前 我大年出世 画面给我 我郭子宏的影片 我不会去乱去创改 因为我每天点击率都很高 请你拜托你回去看一下 我郭子宏在过年的时候 大年出世 全台湾只有我郭子宏这位分析师 很愿意加班 我的逻辑思考很清楚 我说现在很尴尬的是 入股还没开盘 入股延后开盘 可是只要入股一开盘以后 台股卖压宣泄 所以你看为什么跌700点 因为入股还没开盘 一堆玩友说 投资上我的逻辑很奇怪 不是我逻辑很奇怪 是你们逻辑比较奇怪 因为我在股市中就是赢家 虽然这样讲话很臭屁 可是全台湾只有我郭子宏一位 跟你讲三日内建低点 入股卖压一宣泄 台股又拉起来 哎 投资票这么巧 在这一天 在哪一天 这一天 1月20号 1月30号这一天 在2月3号 入股一开盘这一天 9点半开盘嘛 台股9点20几 20分打到最低点 1138点 直接入股一开盘 直接拉高200点 留这么长的下影线 这么长的下影线 就这么长的下影线 就这个走势 K线就这样走 而这一切的一切 我预告到前面 包含今天的路股有解药 我预告到前面 你一定不相信 没有关系 我每天就重播 好不好 投资上你又来了 你觉得我每天都在讲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我的节目没有帮助 那你就转台吧 我没有办法勉强 可是你觉得我就是台湾唯一一个 可以知道三日内间低低点的 那你忍受一下 我自己的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投资没有 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 相信说 有一位分析师 不单分析师 也可以赚到钱 然后公开验证给你看 2020年1月30号 台股自知实力而生 2020年1月30号什么时候 这边最低点 跌700点 然后三日内间低点 我讲三日内间低点 一天两天三日内间低点 一位分析师在这边跟大家预告 我讲三日内间低点 你看1月30号 我给你重播 来 5 4 3 2 1 第一件事情 入股有可能下礼拜一就开盘了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入股下礼拜一开盘 入股下礼拜开盘 卖押就会宣洩了 最坏 再慢一点 我跟你讲 不用等到下礼拜之前 再慢一点 我认为三天内台股 就会见到低点 三天内台股就会见到低点 三天内间低点 初步低点 我说唯一另外的风险是台湾大规模感染 好 台湾大规模感染 然后有些人就听话听一半 哦 投资啊 那下有一例死完了 所以台湾准备大规模感染了 因为计程车司机不知道传给谁 我老师跟你讲 这是我 你要去想一件事 这是我1月30号的资讯 我就可以看那么远 可是1月30号的时候 我知道台股出现解药了吗 还没有 我是大概2月初的时候 好像是应该没有记错 是2月2号 2月2号的时候 我在假日加班 2月2号的时候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公开说台股有解药 瑞德西韦 他是什么 他是抗RN病毒 他让那个病毒不要再复制 其实我不想讲那么多 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就好 我怕你们讲太多你们听不懂 好 那这是瑞德西韦 如果今天没有瑞德西韦 我跟妳讲 今天这一例出现 的确台股会下烫 可是就像我讲的 为什么今天入股掌 我昨天晚上解盘解的很清楚 应该说我今天凌晨2点的解盘 凌晨2点没错 你没看错 就是一个老师那么crazy 那么疯狂 就这么自律 对自己拥待自己的分析师 我就是为了呈现最好的萤幕 你去看我们的摄影棚也是一样 你不觉得差很多吗 我就是很归 我就是很归 很严格的要求我自己 我也希望摸摸头骨头 好 我都跟大家讲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我跟我自己这样讲 我严格规律自己 我2点多的时候硬是写文章跟你讲 有一批药要上市 法批拉维 我不讲英文 我没讲英文 我觉得那些英文都很不顺 反正这一个作用的机制 拔点 全部都跟什么 几乎应该说理论上是跟瑞德西韦一样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一万种药 有几万种几百万种药 为什么我郭总就知道这些药有效 我的逻辑很清楚 第一个为什么中国第一开始就准备三期 有人说 投资亚伊波拉病毒他以前有两期 有二期有三期 可是人家三期失败 不代表作用在这边就成功 以前是用伊波拉 跟现在武汉肺炎完全不一样 不能说以前那边做到二期 这边就可以三期 两码子事情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就看出来 逻辑不通 他敢直接三期是什么 是中国官方 甚至应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早就知道解药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知道解药 我逻辑很清楚 可能这个病毒可能是他们不小心 我不认为是故意的 因为没有好处 是不小心外泄的 病毒在测试的过程中 是不小心外泄 结果现在越来越多 不只台湾的媒体 大陆媒体也是引述我这样的理论 逻辑 当然我认为他不是看到我节目 只是英雄所见念头 可台湾很多的节目是看我节目的 我可以很大声讲 瑞德西韦这个解药 不认是今天要上市的法皮拉维 你已经听到 法皮拉维要上市解药了 你今天会卖入股吗 你不会 你还会加码入股 你还会开心来参加我会议 因为官司我解大盘 解入股就多厉害 同理可证 你说投资产你一起来入股干嘛 投资朋友你听不懂意思吗 连入股都可以创到台股12200点的这个位置的新高点 在过年前那个新高点 台湾股市一定也可以 如果入股市涨上去 代表是肺炎没那么严重 只要不是景气上的问题 纯粹是肺炎的问题 台湾股市我认为本来就应该 不要说一定 主管机关希望我们不要讲这种事 应该说很高的机率 可以在12200点以上 你懂吗 我在解入股的时候 我顺便跟你讲台股 人家地震的震阳中心都不怕 你在怕什么 所以现在拉回是很开心的买点 投资好我买完了 买完了没关系 你就买完 你就开心的去吧 投资好我还没买完了 我还有钱 那恭喜你 此时不进场 何时进场 我欢迎来电好不好 你自己看这边电话 080-66-8085 我不勉强 因为最近实在很多人加入会员 你想一件事 哪个分析师凌晨2点 给你这么精准的文章预测 台湾行情 今天我不预测 可是拉回找买点 可是入股有解药了 中国有解药了 法批拉回上市了 今天入股涨2% 投资票 涨2% 涨2% 你们 台湾赏物要卖股票 我谢谢你们 你懂我的逻辑吧 这加上三日内间底点 我跟你讲 真正最厉害是瑞德西韦 你想想看瑞德西韦到时候 真的变官方正式解药 我跟你讲 你们会把我当神 虽然我不喜欢你们把我当神 因为没有真正的神 可是你们这一波 你们会知道我国总跟变不一样 你听音鼠 我跟你另外一个原理好不好 不是有一个美国人吗 用了瑞德西韦 本来快死掉了 直接复活 讲复活很奇怪 本来快死掉了 直接康复 法国人也是一样 本来快死掉了 用连续10天的静脉注射 好了 好了 两例而已 只有这两例成功 结果怎么样 结果这两例 这两例就是百分之百 我用实例跟毅力 告诉你这两例 我只会看在前面的 实例毅力 赢过两例 数字会吧 人笑话对不对 不笑就算了 这两例的病例 结果都看不复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第二件事情 如果他没有笑 为什么大陆现在产商有第二家 第三家 都反制瑞德西韦成功的 第三件事情 如果没有成功 为什么大陆还要要求 吉利德 吉利德这家产商 怎么样 吉利德这家产商 赶快把第二批的瑞德西韦的解药 送往中国 没有笑干嘛送 没有笑干嘛送 所以你懂我意思吧 早就知道解药是什么 人家还送第二批 中国官方还跟你讲 说有三种药有效 第一个就是法皮拉维 我刚才讲的 第二种跟第三种 都是我之前上礼拜 或上礼拜跟你讲的 武汉病毒实验所 所发表的论文 甚至抢肩注册的 第一个抗论级的药 这个念得又臭又长 要我念出来吗 不用了 第二三种 瑞德西韦 这三种药有效 中国国务院在礼拜六的记者会 公开验证我说的 瑞德西韦是有效的 三种里面有两种我讲过 第三种是法皮拉维 已经核准上市了 也是我昨天独家跟大家讲的 那更恐怖是什么 瑞德西韦这解药 台大已经准备好了 台湾最优秀的医生 最优秀的医院 台大医院 已经跟吉利德 这个产商 怎么样 要求提供这个荣药 所以当有人病危的时候 你是台大病患的时候 病危快不行的时候 他会首先用什么 用我讲的瑞德西韦 而这件瑞德西韦 全台湾是谁第一个奖 我啦 我直接跟你讲解药 百万种药里面 为什么直接敢吃解药 你到底搞不搞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分析师 人在去年的时候 知道川普在想什么 然后知道 他会签中美贸易协议 如果就是我 我也正预测成功了 11月就讲 年底之前会准备要签 那什么没有人相信 今年台股在杀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三日内建低点 跌700点的时候 跟你三日内建低点 然后跟你讲 路股卖要宣洩 就会拉起来 路股是个好买点 路股有解药 台股有解药了 这些证明是告诉你 我不只了解川普 我不只了解人性 你要我去了解医学相关的 甚至于从人性来告诉你 什么是解药 我比谁都厉害 我花十几分钟时间 你觉得我要介绍药物 不是 我要介绍人性 你现在看人家长分心思 好不好 大盘今天给你结论 拉回太好了 因为路股创新高 你们听不懂 我没有办法 好不好 佛度有的人 标股不等人 看一下 深圳指数过年前在这边 过年后在第一天这样跌 比过年前的高点还高 妈妈咪啊 有解药啊 早就有解药了 而这个解药 为什么知道 因为以前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可能 真的是不小心 外泄的病毒 中文官方会不会承认 也不会承认的 我也是冒很大的风险 我怕以后被对案封锁 对很多人找我去演讲 不过没关系 我都能做我自己 我因为我没说是刻意的 我都可能不小心宣洩出来的 不然怎么会 你想一件事啊 一个很难的考题 在考试发出来的 考卷发出来的 这一分钟以内 就有人可以写出答案来 是哪种人 天才吗 不是 是提前知道答案是什么 提前知道问题是什么的人 为什么提前知道 你以前就遇过嘛 就这么简单嘛 武患病毒所 外泄出来的 信不信由你 第二件事情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你记不记得我标股元年 我2020年标股元年 2020年不会崩盘 为什么 因为很多说 既然台股运气好 是不是美股创新高 错了 那为什么美股创新高 你的分析师怎么预测起来 就像一般的分析师 会跟你讲说 哎呀 入股涨了 所以台股也不会跌 这叫做一般人的 一般分析师 或一般素人的解凡 那为什么入股涨 因为入股有解药嘛 因为武汉肺炎有解药 这个逻起来对 因为入股涨 所以台股掌 这叫一般分析师的解法 我过中不做一般分析师 那我跟你讲 我知道很多分析师 在看我节目 我没有特别针对你 我真的没有时间看你们节目了 我顶多会看 某某之前头顾 其他 所有的 所有的很基优的分析师 我其他的分析师 我真的不看 你们不要对他入座 我讲得很清楚 好 好 一样 因为我节目很多人看 我也同意有看 我觉得我要攻击他们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攻击谁 我每天去运动 健身 满摄影棚 满写文章 我就来不及了 我跟大家讲 好 人红是非多 就像一样 我像Telegram也是一样 来 你看一件事 每天就知道发个Telegram 你看 我就是故意留 你看哪一位分析师 有比我早的 12月21号 礼拜六 从今天开始 会有很多分析师 很多证件院 模仿我郭泽宏 更精确的来讲 是模仿我摸我投股 摸我这件投股 12月11号 开始使用这一套 超好用的Telegram 我都预测 我连我在用 我要用Telegram 我都知道大家会模仿 画面给我 一个分析师 我是创造很多奇迹 你知道吗 你第一次看我节目 一定觉得很臭屁 拜托你回头看 是前几天的节目好不好 我每天点阅率那么高 偏不了人的 OK吗 OK吗 Telegram 绝对是我第一个使用的 绝对应该是 我正确的精确来讲 应该是绝对是我们 摸我投股是全台湾第一个使用 再更好 因为成功不一定要在我自己身上 摸我投股的每个分析师都很厉害 哪一天你觉得我不准了 我觉得你参加摸我真具投股 其他分析师也很好 我是很认真跟你讲的 好 来 开始使用这一套超好用的Telegram 会模仿摸我投股 模仿我们 我12月11 绝对全台湾绝对不会有人 有任何分析师比我早 有比我早 我直接下台好不好 我很认真跟你讲 好不好 有比我早直接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 好不好 12月11号 是去年12月11号 绝对是他们模仿我们 我讲很清楚 使用Telegram 好 一个分析师赖粉丝人数最多 然后我们创造潮流以后很多人模仿 你们不相信 没关系 当我一直用Telegram 也有人模仿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很多人看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老师 这种老师你自己知道 好 我最后跟你讲结论是说 你不要看到美股涨 你就说 因为美股涨所以台股创新高 训调 你要看美股涨原因是什么原因 因为今年川普要选举 川普要选举 无所不用其其 所以我说2020年绝对是标股元年 2020年不会是崩盘那一年 那精彩的演讲内容 我绝对不在这边讲 为什么 因为你演讲你没有来 因为你不是我会演 因为我不可能百分之百跟你讲所有的股票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演讲来我一切都好说 那会不会再办演讲 不好意思我最近身体比较差 投资啊你不是刚健身完毕 健身完毕很累 我跟大家讲 我没有办演讲 我现在没办法 我顶多一季办一次演讲 下次请找 我那次演讲内容就跟你讲 川普会无所不用其其 因为他今年要选举 为什么选举股票就会标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那时候标题是 1月4号的时候讲 2020年标股元年 1月4号办演讲就是这个逻辑 川普为了要选举 为了要拉美股 你看哪有什么年收入 没有超过600万的20万美元 可以享受30万元的 投资免税额还可以提高 知道吗 后面给我 知道全民大炒股时代 来临 你要等到这地多再买美股 来不及 投资上高点很高 高点是你说的 我像我讲的 你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我过程中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我一切一切预告到前面 大盘夹到这边来了 你不要只是那种看一般的 因为美股创新高 所以台股才创新高 这样是很普通的解法 我不解这东西 我讲是事后的原因逻辑 因为川普要炒美股 所以美股创新高 所以台股跟着创新高 那陆股创新高 所以台股跟着涨 不是是因为重点是有解药 原因跟逻辑要听清楚 有解药所以陆股 中国不怕 陆股拉上去了 因为知道未来有解药 那陆股拉上去了 台股不拉 那谢谢他嘛 复年工业今天涨5% 鸿海不拉 谢谢他 我要再买 我要再买 上礼拜五 我经济日报的选股 快5%了 我靠的就是什么 重达 我这礼拜还是有选 为什么 因为缺口要补足 因为过年前 要创新高 红海跟仲达都是一样 过年前都是要创新高 结果因为 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下来 我反而开心 只要没有填补完 我都觉得会涨 仲达我也很抗 我讲得很清楚 我不会都只讲涨的股票 我讲得很清楚好不好 好还有 那现在开始要讲一些涨的股票 好 刚才特地讲跌的 台俊 台俊 台俊也没什么涨 台俊我就已经回补缺口了 我先听看钉 我要是台俊跟箭顶 我会买箭顶 因为箭顶连回补缺口都没有 我讲得很清楚 来 然后顺便来看一下 6488环球晶 你有看我东森连线 你知道上礼拜五 我直接跟你讲 整个细极元族群 拉起来 那当然我的重点是在环球晶 因为我会员人数比较多 我要买最大型的股票 大部分而言 台俊科我没有买到 当然有些人是谢谢我 说投资长 我看了你说环球晶以后 我去买台俊科 我去买合金 那没关系 那恭喜你 我都是很正常的想法 至少跟你讲一个趋势 那你现在买环球晶 买台俊科 买合金 你有没有发现到 正过我跟你讲的 我不要什么 我不要国具 我讲得很清楚 我就是不要国具的 那个陈泰明董事长 不改变他的想法 现在还是要硬吃 小股东的豆腐 那我郭子王就公开呼吁 我不让你们吃豆腐 我不让他吃豆腐 你硬要搞现真 你要卖老股换新股 你要像以前像前妻卖股票 把股东的权益 不放在眼里 那我就公开呼吁 你们都不要碰 他强认他强 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的 升级股 我是全台湾 那时候台湾升级股 五年前所有分析师都在讲升级股 就我郭总不讲升级股 我就这种人 这五年来 我除了什么 我只讲两档升级股而已 而且买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走掉 我几乎不碰游戏股 就不碰游戏股 也就是股票 我不碰就不碰 我也不会为了什么要选五冠军 我要跟主力配合 我也不屑 我郭总就是这样子 新时代的分析师 全部要摊开在面前 你每一天我每一句话 你公开验证 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分析师 国具我不碰 你看我不碰 我买环球金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吗 是不是 我买赛银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赛银准备要创新高 赛银是 过年前要创新高的个股 跟仲达一样 封关那天创新高的个股 封关那天创新高的个股 我就是要买金 赛银准备创新高 你不要说我想试试的话 到时候工具机一起涨 工具机一起涨 我再前两件事 很多股票过年前创新高的个股 红海 今天工业复联 红海的金基姆 今天拉的是5% 红海不涨 你要谢谢他们 你要谢谢那些在排队 没时间买股票 在买口罩的 的投资朋友们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他们的紧张 因为他们心思 全部都在买口罩 他们如果像我们一样 先买口罩 过年前我的粉丝都会先买口罩 现在都不会担心 有时间买股票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拉起来 你们就撞到这一波了 这件事 红海我蛮看好的 那红海是很稳的股票 你不要红海一个月没动 你怪我 那你就不要买红海 尤其我很不喜欢投资票 投资者 你今天讲那么多股票 你怎么没讲那个股票 明明口气又不好 还说他口气没有不好 我实在是 我跟你讲 同学们 也是一样 要问股票 我觉得态度要对 我是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没有谁欠谁 尤其不是我会员朋友们 会员朋友们都没关系 我会跟大家讲 不是我会员朋友们 你赚钱 你会跟我说谢谢吗 不一定 可是有些人不赚钱 马上浮现出来 我有两个逻辑 一档股票 如果你5%以内 你就紧张要命 我拜托各位 你不要做股票 你相信我 你去买基金好不好 不然你不要赚钱 我向万宏也没什么要紧张 第二件事情 万宏我反抗 为什么看好 因为明天要法说 按照我对董事长的了解 董事长明天一定说很多好话 那NoFresh本来今年就会缺货 所以我觉得 你要等到明天 等到后天 才买进 来不及 一样 世界先进 这礼拜也有法说 是礼拜五 所以 先等万宏喷了以后 世界先进 有机会 只是万宏会讲得比较大声 好 我只给你讲清楚 好不好 这是我要讲的 所以环球金以外 今天带动的东北金 拉起来 我讲的是一个人头股 龙头股 一个族群 那你可以带动 其他现象 你自己族群 因为 我也算没时间 讲那么多股票 那当然我很看好 还是 还是什么 记忆体族群 我讲得很清楚 好不好 广影十全 不一定今天 今天开高走低 可是 还是创新高 我想很清楚 好 最后我要讲清楚 是说 来来来 画面给我 今天我的标题 讲得很清楚 陆股 已经创新高了 你没有听错 陆股是创新高 突破过年前的高点 经过肺炎这个事件以后 他反而当作没事一样 还创新高 创造无敌买点 你们这些投资票 你们这些投资票 应该说投资票 你们如果还不了解这些原理 逻辑 你会错过这个无敌买点 我就讲一次 陆股已经创新高 你不要紧张 你不要每天看什么钻石公主号 你会错过这一切的一切 而越来越多标股一定会 我认为会非常高的几率晚上喷 你不要到时候后悔莫及 每天我来三日内见低点 重播影片 红海见低点 红海要买进 什么股票要买进 你反而后悔 一切一切我都预告到前面 最后我欢迎来念洽群 080668085 080来来帮您帮我 一切一切我预告到前面 我欢迎投资票 赶快想清楚 加入盘列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谢各位 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